大家好 我是大马正哥 上周的话我们在吉隆坡参加了世界华商大会 在华商大会的话 来自全球的各地的华人 包括中国的很多企业家 包括政府的一些代表 都来到吉隆坡参加了很盛大的华商大会 这次华商大会的话 大家整个各自的一些感受还是非常深的 通过很多企业 我们跟中国的一些代表也做一些交流 包括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些企业家商会 通过还有现场的一些马来西亚的官员 政府官员 首相 部长等等 还有商会会长都做了很重要的一些主题讲话 通过这些的话 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马来西亚现在的 目前的阿尼亚四年这个时机 是对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机会 因为前几年的话 因为随着这个世界上几个大国 包括中国跟欧美啊 一些国家之间的一些 包括贸易上的问题 就是会导致现在马来西亚东南亚的话 它有很多的一个机会 可以承接了很多这些投资产业制造业的一些转移 很多都转到东南亚 最近前两年的话 东南亚的这个外资 外资的这个增长已经超过中国的外资量 所以说东南亚也是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投资的一个热点 尤其在马来西亚的话 柔福的新加坡经济特区 它也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区域中心 也是一个大家备数关注的地方 马来西亚的话 通过这次华政大会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包括这个领导的 马来西亚的一些领导官员的讲话 就是其中安华首相也讲到了 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是他是也表达了 包括这个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化 非常包容的一个国家 他同时也是非常中立 他这个世界上非常中立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跟中国跟美国日本 包括欧洲 包括甚至跟俄罗斯 这些国大国之间 都会保持很好的经济合作 都会保持非常友好的一个关系 就是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多元化包容性 跟大家没有什么历称冲突 所以他在这个阶段 这个这么样的世界的隔阶当中 他会有相当多的一个机会 另外马来西亚还有700多万华人 就是25%1%的华人 这些华人控制了马来西亚的这个重要的经济 重要的经济 80%的经济都困在这个手上 所以说他们 因为这些华人 他们保留了很好的中文的教育 传统 所以他们可以很好的 就是说 承接中国企业 出海一些 一些沟通 桥梁这些服务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所以马来西亚它也是同时就是 在这些草华华人大卫当中也 这些部长这些领导也多次强调 它是东西方的一个融合的这么一个枢柳和桥梁 这是马来西亚要充分发挥这样一个作用 这也是我们中国企业出海非常需要的 依赖的这么一个平台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多关注马来西亚 就是它的接下来的一个经济 须市它的走向 我们中国企业出海也需要借助 东盟 特别是马来西亚的这么一个桥梁 跟欧美国家 甚至跟东盟之间的一个经济贸易往来 这是在这个华士大会的话 我们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会 同时的话就是 马来西亚的话 未来的这个经济增长 它就是在对于这个高高技术的一些人才 它的需求来会很非常大 可能以后的话就是在在一些方面 他对将来我们中国现在学生 因为现在就业比较难 现在以后的话 如果要解决现在年轻人的就业的问题 我们的以后也可以多关注 往东南亚跟中国的企业出海 包括留学 将来这边也会有很多的一个就业和创业机会 随着这个 这个 现在的这个 世界格局的发生变化了 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要多关注 现在这样一个经济的形势 关于世界华士大会的话 后面的话我们会有一些 关注大码这个视频号 我们会把一些 会更有些会场 会议的一些视频 会跟大家详细的进行 发布 大家可以关注 我们华士大会的一些 视频内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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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